我们大家都在讲这个数字化 而且大家都在拥抱数字化 这个 作为一个投资人 可能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说 第一个是什么东西推动了数字化 第二个 数字化为什么 能给我们带来好处 而不是坏处 换句话说 它的这个带来的好处 要大于坏处 另外一个很自然的就是 我们会考虑 这个数字化的大潮 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机会 这个新的独角兽 是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里面出来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 可能要考虑的 除了大家都说 数字化好 数字中国好以外 可能我们考虑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如果咱们回想一下 这个整个人类的进步 大概在前几十万年之前 这个人类的GDP的增长 都是差不多的 它是一个水平的增长 只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面 大概就是最近的一百年吧 这个技术的进展的曲线呢 是一个陡然上升的一个曲线 所以说我们发现很有意思 每一次大的科学技术的进步 它都会把很多的国家 又重新拉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 这个我有时候媒体呢 给我叫一个名字 我其实非常不喜欢 它叫这个中国的VC的教父 因为我觉得这个VC教父是非常贬义的 就是说我的年纪大 这个但是我今天来啊 在这个讲台上做了一下 其实我在想啊 还真是 为什么 这个你看 我曾经是他的股东 也是这个国为的股东 那我跟这个 Terry呢 是 他是我老兄 就是这个台银兄 我去台湾坐他的车 我在想 跟他应该没有什么业务上 这个联系 哎 结果错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投的一个 这个机器人的公司啊 在给Terry提供这个机器人 来生产这个 就是Apple 就是这个苹果的手机 Win更早了 Win我们差不多同时去到美国 然后又回来 我在 在中国第一个办公室 就是在 Win的公司里面开的 Win借给我了 给了我两间的这个 这个 这个办公室 所以实际上 我们看到就是 中国的VC的发展呢 它是随着中国数字化 随着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而发展起来的 在我们刚开始做这门 做投资的时候 中国人不知道 什么叫VC的 那时候都管我们 叫批包公司 因为你确实也是个 批包公司 也没房子没地 那 中国互联网发展 二十年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 从我的记忆中 我们开始的五年 在中国非常艰难 因为那时候 我们要到处游说 游说政府 告诉互联网是怎么回事 然后中间的十年呢 比较平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在过去的五年里面呢 这个 一个突然的加速 就是中国的这个企业 独角兽出现的频率 越来越高 越来越快 而中国的企业 也在快速地竞速了 进入了世界的五百强 今天世界前十名的公司中间 有两家中国的公司 一个腾讯 一个是阿里 那么我们想 今后五年 世界前十名中间 有几家的中国公司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为什么这种 突然这种企业的 加速的现象 在过去的五年里面 出现了呢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移动互联网 那移动互联网 到底给我们中国 带来了什么样的 竞争优势 我们知道 在我们长大的时候 在经济学上 当一个大国 人口大国 当它的经济发展水平 比较落后的时候 这个人口 是一个负资产 我们读过 马尔萨斯人口论 读过经济学的 交易费用理论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 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了以后 中国 印度 这样的人口 众多的国家 突然一下子 好像发力了 我想可能有一个 根本的原因 可能从经济学的 交易费用理论 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 它把我们人 能够聚在一块的 交易费用 大幅度地降低了 就是过去我们这些人 他作为一个个体的消费 消费者 他还没有达到一个 过那个叫critical 就是这个critical 这个线 一个标准线 那么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 他能够把这些 没有达到消费水准的 这些团体 把它迅速地 用几乎使零的交易费用 把它群聚起来 变成了一个 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团体 所以 我个人认为 就是今后几年 当5G出现 当IoT的出现 就是物联网出现以后 这些人口 给人口 众多的国家带来的红利 甚至要更大 那换句话说 今后五年 在前十名 前十名中间的 这个世界的 大公司里面 很可能 中国和美国 一家一半 这些人口 不那么众多的国家 几乎都会从 这个世界的 前十的公司里面 市值公司里面 退下来 那么再往下走 十年的话 有可能中国的 在前十的公司中间 会超过美国 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 移动互联网和 物联网的出现 把我们 这个群聚的 经济的 交易费用 降到非常之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 做一个数字中国 做一个数字大国 尤其是在 AI 人工智能 和我们 5G时代 到来的时候 再加上IoT 会给我们 这样的国家 带来巨大的优势 但是 由于我们现在 我们的竞争 的优势 那么今后的几年 我们会看到 在IT和技术 原创技术方面 中国和美国 乃至世界 这个摩擦 一定会更多 因此这就需要 我们呢 有一个更加 合理的 合规的 这个 知识产权的保护 也需要我们有 更好的一套 在国际上 跟别人打交道的 一个framework 一个框架 总之呢 我的未来 我觉得这个 更加 我是非常 这个 叫optimistic 就是乐观的 那一个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 当着这个 王剑的面 我跟那个 那个马云也说过 这个彭里不在了 5年之内 谁能够挑战腾讯 5年之内 谁能够挑战阿里 我记得曾经 我跟那个 彭里有一次 聊天聊过 当时 我跟他说 我说很可能 能挑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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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腾讯的公司 什么 是这种 城市的这个 信息 公司 比如说58 结果两星期以后 腾讯投了58 我不知道 谁能挑战 阿里 但是我相信啊 这个 腾讯最近 出来的小程序 还是蛮厉害的 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给中小型企业 提供了一个 成长非常快的 一个公司 有一个小公司 叫做 叫这个 这个 最近成长非常快 有可能今年 它的销售 就会超过京东 叫大家 叫什么 拼拼 拼多多吧 拼多多非常厉害 我们最近投了一家公司 叫四部 也是一个非常 这个这个 在微信的平台上 成长非常快的公司 每年都500%的 这个成长 所以我不知道 今后五年 谁能够挑战 腾讯和阿里的 霸主地位 但是我相信 给十年的时间 一定会有 公司这样出现 所以期待着